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ospel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這款玩具是Power of the Primes Leader Class Optimus Prime 首先非常感謝台灣孩子寶提供這次的商品 讓我可以跟各位提前做一個開箱分享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包裝 包裝盒的風格跟Combiner Wars或者是Titan's Return的風格是差不多的 正面有大哥人型的一個插畫,下面這邊Power of the Primes,Leader Class Optimus Prime 側面有奧利安人型的插畫 後面則是它的商品圖,人型載具 那這款玩具比較特別的地方是車頭可以變形成奧利安 也可以跟馬甲做一個結合 胸口還有放置Matrix的地方 那這個盒子呢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們看到玩具的本體,首先它有附帶一張說明書 說明書是一整張的還蠻大一張的 變形步驟是比較偏小了一點 那這個說明書呢大概就像這個樣子 還有附帶一張人物卡 人物卡正面有我們大哥的一個插畫看起來是蠻帥蠻好的 後面則是一些文字的敘述 那這款Power of the Primes,Leader Class的大哥在它的載具形態 整體是比較偏向G1的風格 車頭與貨櫃是可以分開來的 那在這個玩具的所有形態裡面呢,車型算是比較偏弱的一環 算是比較犧牲車型保全人型的一個做法 那它所附帶的槍你可以安裝在任何有洞的地方 槍本身是黑色的塑膠件,細節刻畫看起來是普通 沒有任何的塗裝 那這個槍是可以分離成為兩把的 在拖著貨櫃的情況之下呢,車頭的可動度 大概左右可以到這個幅度 連接的地方就是在這邊,這邊有一個凸 那這個凸是偏短了一點喔 有時候東西短了就不好辦事了 結合這邊有個洞 掛上去是沒有問題的,那滾動性也是沒有問題 但是就是稍微扣住而已,並不是非常的牢靠 那我們來看一下車頭的部份 車窗用的是透明部件,可以看到裡面的領導模塊 雨刷以及一些細節刻畫都有上銀漆 車頭燈也有黃色的點綴 側面的車窗有塗裝 油桶有刻畫出來 那車頭的後面這邊呢,就是這個車子最不好看的地方 機器人的一雙手就非常明顯的在這邊暴露出來 以及在車尾的部份,奧利安的頭就硬生生的在這邊出現 上面看下來這邊也有些許的空洞 車尾就是一雙腳掌 那這個車頭呢我個人覺得它是角度限定的 如果說你從某一些角度來看是還不錯的 但是你要看到後面來呢,就沒有那麼的美觀了 在車型之下前面的擋風玻璃是可以打開來的 打開來你可以看到領導模塊在裡面 那這個領導模塊也非常有意思 首先它的細節刻畫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這邊有類似土黃色的塗裝,中間則是透明部件 那這塊東西它是可以拔起來的 從後面把它往前推就可以把它拔起來 拔起來之後你是可以安裝Prime Master 或者是Titan Master 那首先我們裝上這個Prime Master來看一下 照玩具的說法裝上這個東西之後它的力量會改變 像藍色的這個東西有時光旅行的能力 那你是可以依照你個人的心情幫大哥換這個領導模塊 這一點的設計我覺得是還蠻有樂趣的 又或者是說你想要惡搞一下的話也是可以的 那我們就來安裝一下 安裝上去 安裝上去看起來就比較詭異的一點 那你也是可以把這個東西呢在安裝回車頭裡面 這樣子看起來是非常詭異的,但是可以隨你個人的高興 有非常多種變化的玩法 在大小比例方面我們拿出電影第四集的隱蔽科出來比較一下 基本上長度是一樣的 但是以車頭來說呢Power of the Primes這款是比較小一點點 擺在一起來看也是相當的合適,非常不錯 那接下來我們再拿出美版的Power Master Optimus Prime出來比較一下 兩款玩具都是以G1的造型車頭帶著貨櫃 那以我個人的評價而言呢,以車型是這個比較好看一點點 畢竟它在車頭的後面看起來是稍微凌亂了一點 但是以整體而言我還是覺得Power of the Primes這一款 比這一款做的是在屌一些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貨櫃的細節 在貨櫃的側面有非常多的細節刻畫 那這邊用的是貼紙的點綴 我個人是比較不喜歡貼紙的 因為隨著時間這個貼紙必然會有一個脫落的現象 我是比較希望官方能夠用塗裝的 後面基本上就是它的一雙大腳丫沒有任何空洞的問題 另外一面也是一樣的 上面機器人的一雙手就在這邊暴露出來 手部這邊呢也有一些貼紙的點綴 那這也是整個後面比較不好看的一個面 在貨櫃與車頭分離的情況之下它是沒有支架可以支撐的 這一點我個人也是覺得比較可惜一點的 整體的造型我個人覺得就是看起來中規中矩的吧 看起來還OK還可以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車頭變為人形的一個變形步驟 首先在旁邊這邊有個卡扣把它鬆開來 鬆開來之後利用它裡面的雙關節把它往外面拉 拉到前面來 接著再把這塊東西往上折扣起來 另外一邊也鏡像變形 接著在這邊有兩個卡扣是扣住的把它鬆開來 在這邊有兩個凸對應這個胸甲有兩個洞 鬆開來之後可以把它的手往外翻 這邊有一個面板把它翻到底 然後裡面這邊是可以扣住的把它扣緊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它扣起來 兩隻腳把它往下放 雙腿分開來 腳把它轉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腳底板再把它翻出來 那一雙腳就完成了 接下來把它的胸口往上蓋把它扣起來 在這邊有一個卡扣要扣到這邊 把這個東西往下壓扣起來 手把它拉直 拳頭翻出來 稍微的調整一下 那它從車頭變成奧利安的一個變身過程就這樣子大功告成了 在變為人形之後呢整體的造型跟G1是非常接近的 與載具相比人形是漂亮的許多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看到它的頭雕 頭雕看起來是非常有G1的味道 臉有上銀漆眼睛也有塗裝 應該是我目前看過最還原G1的奧利安了 胸口的細節刻畫也是相當的不錯 有使用到透明部件 那這邊有一個博派的貼紙 下面有黃色的塗裝 腹部的地方也有銀漆的點綴 人形的造型是比較偏女人化一點 下半身也是非常復古的造型 那小腿裡面的空洞我個人就覺得比較沒有那麼的美觀了 看到人物的後面背包基本上不算非常大 算我還可以接受的範圍 那拳頭後面還是有一個空洞 這個也是我一直希望官方能夠改進的地方 可動性方面頭可以左右上一點點下也是一點點 肩膀是球型關節360度沒有問題 手臂平舉可以到這個程度 二頭肌可以旋轉 手肘彎曲因為它是雙關節可以彎到這個程度 拳頭是不能旋轉的 腰也是沒有腰轉 腳往前踢可以踢到非常高的幅度 往後大概是到這個幅度 往外可以到這個程度 大腿可以旋轉 膝蓋彎曲大概是90度 腳底是沒有接地的 只有一個往上往下的關節 那我手中這一款球型關節是有比較鬆一點點的 但是不是到非常嚴重的地步 它所附帶的槍也是可以跟這個人物做一個互動的 那是一個廢話 拳頭有洞槍有凸就直接把它督進去就可以了 拿上武器擺上POSE看起來也是還蠻帥氣的蠻屌的 在大小比例方面我們拿出IDW的奧利安出來比較一下 兩款都是以同一個人物作為設計的概念 那這款最新的奧利安身高是明顯比D級的再高上一階 與G1角色的還原度來說也是這一款做的比較像 接下來我們再拿出電影第四集的隱蔽顆出來比較一下 擺在一起就可以看得出來這個奧利安身高是介於V級還有D級之間 那這個玩具還有一個最大的賣點 就是貨櫃也可以變形成為馬甲 跟奧利安結合成為一個更大的大哥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變形步驟 首先我們先來處理這個奧利安 把頭的卡扣把它鬆開來 胸甲把它打開來 那大哥的頭就藏在這個裡面 把它翻180度出來 再把這個小頭收到裡面去 把它蓋回去 接下來把它的腳底板收起來 大腿旋轉180度 兩邊鏡像變形 然後利用這兩處的關節把它整個的往上凹 在這邊有個凸 是要扣到這個裡面去 那就把它扣起來 另外一邊也把它扣緊 手把拳頭收起來 利用它的雙關節把它折疊起來 擺到這個位置 它是並沒有任何的卡扣把它擺到這邊就可以了 另外一邊也是比照辦理 那它變為合體模式就準備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來處理這個貨櫃 首先把這塊面板把它挑鬆 下面這邊這塊面板也把它挑鬆 兩邊都挑鬆之後就可以把車尾把它往下扳 稍微騰出一些空間就可以把這個東西把它稍微的往上排一點 然後利用這邊的關節把整塊翻180度把它扣起來 在這邊有個凸 要扣到這個縫裡面去 把它扣起來 接下來在這邊有一個卡扣 把它分開來 兩腿把它分開來 旁邊這個面板把它折疊起來 把它打平 接著就像大腸包小腸一樣把它翻到腳的後面來 然後在這邊有個凸 對應裡面這邊有個洞 把這個再折90度 把這個凸扣到這個洞裡面去 腳底板裡面有個雙關節把它移到下面去 那你可以聽到卡一聲 它是會扣住的 兩隻腳鏡像變形之後呢 把這個手往上抬 接著把它整個往下放 肩膀上面這塊蓋子把它蓋起來 後面的煙囪把它翻出來 手旁邊這塊板子再把它往後折90度 在這邊有個凸扣到這個裡面去 稍微調整一下 那這個護櫃變形成為馬甲也就變形完成了 接下來就是我們最興奮合體的時候了 首先拿出這個奧利安出來 在馬甲的後面這邊有個按鈕 你要裝進去是不用按的 要拿出來的話是要按下去的 在安裝之前要記得這根東西要把它收起來收到裡面去 安裝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簡單 怎麼裝呢就直接的把它對準 然後把它督到裡面去就可以了 它就扣住了 那這款Leader Class的Optimus Prime的變身過程 就這樣子大功告成了 在變為人型之後看起來真的是帥到掉渣 帥到分手 整體的造型跟G1的風格是非常的接近 人型的比例體態看起來都是相當的帥氣 看到人物的後面背包看起來就稍微凌亂了一點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看到它的頭雕 頭雕做的是非常G1風格的 跟MP10看起來也是蠻像的 臉有上銀漆眼睛也有塗裝 胸口用的是透明部件 裡面也有非常多的細節刻畫 胸口和車型一樣是可以打開來的 裡面還有一層也要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就可以看到這個領導模塊在大哥的胸口呈現出來 這一個是非常搓中我的點 大哥胸口就是應該要有領導模塊 這樣子就對了 看起來是非常的正點非常的屌 非常喜歡這個機關的設計 肩膀處有一個博派的貼紙 手臂處也有貼紙的點綴 那基本上手臂是沒有什麼空洞的問題的 腹部以及跨部也是非常經典G1的造型 有黃色的點綴 下半身呢看起來也是還不錯的 基本上不會有太過臃腫的問題 膝蓋有貼紙 小腿處也有上銀漆 側面以及後面都是有包覆起來的 所以人物的後面看起來也不會太過的空洞 那人形之下最不好看的就是這個面了 那我個人是覺得還可以接受的 考慮到它車型人形還可以合體 可動性方面 頭可以左右上一點點下也是一點點 肩膀360度沒有問題 手臂平曲上面這邊有塊蓋子 你直接把它抬起來的話 它是會自動打開來的 它可以抬到這個程度 二頭肌可以旋轉 手肘彎曲可以超過90度 拳頭是不能旋轉的 加一個旋轉給我們會怎麼樣嗎 腰是沒有腰轉的 腳是一個齒輪關節 往前踢 往後 往外 基本上沒有問題 大腿可以旋轉 膝蓋彎曲可以到這個幅度 那大腿內側的偷膠也是誇張了一點 腳底的可動性也是相當讚的 它可以往前往後 而且它還有一個接地的功能 那基本上這款Leader Class的大哥可動性我個人覺得也是還不錯的 腳底的接地以及它活動的範圍表現的都是還不錯 接下來我們再拿出MP10出來比較一下 擺在一起Power of the Prime的大哥是比MP10矮上一點點的 那我本來就是大哥控,尤其是G1的造型我也是非常的喜歡 所以這款人型我個人是覺得相當滿意,非常不錯 那這款Power of the Prime是Leader Class的Optimus Prime 車型車頭可以與貨櫃分開 車頭還能獨立變形成為奧利安 那奧利安的人型呢與G1的形象也是非常的還原 車型就比較犧牲了一點 不過我們的大哥搭配上貨櫃這個車型之下 是有誰可以抗拒的了呢 再加上車頭與貨櫃可以分別變形 再合體成為G1造型的大哥 人型的美型度也是相當的正點 可玩性來說是非常的豐富 那這款玩具當然也有它的缺點 不過它是我們的大哥,永遠的大哥 大哥之中的大哥 所以我是一定會把它買回來,供奉在展示櫃裡面的 那今天這款Power of the Prime,Optimus Prime的分享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分享給朋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掰掰 我的名字是Optimus Prime 我們是自動物的自動物體 從這個世界的Cybertr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